大家好,我是Telence 上一次有一段影片是關於運動的Q&A 是解答觀眾朋友的運動問題 有一位觀眾朋友上次問到如何去接觸見尾 如何去入門 上次因為影片都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我就分開另一段再去解答這位觀眾朋友的問題 我就打算用我自己的角度 我自己親身見尾訓練的經歷 以及一些自己小小的見解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雜思廣益 因為每人健身的一些歷程 一些經驗其實都有些不同 今次這段影片就會是教上一次的詳細 首先大家可能都會想 究竟健美和健身有什麼分別 其實你可以說有很大的分別 但你也可以說是大家有很大overlap的位置 大家其實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首先我講一講究竟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大家都會著重去做一些肌肉的訓練 因為我們健身其實你都會進去 一定會去到舉鐵 去到做一些啞鈴 這些訓練 而健美其實也都一定會做這些 因為他的目標的確是去到鍛鍊我們的肌肉 令到他健康一點 上台才會好看 但去到最終的目標 其實有一個差距 就是健身 其實就是從一個運動健康的角度去到出發 如果在健身上 我們又不會拿到關節活動幅度去到最大 因為怕有時候會拉傷關節 怕會拉傷肌肉 而且我們又不會做到這麼重 還有就是我們的自覺竭力程度 就是RPE 我們也不會拿到分數去到非常之高 因為RPE其實我們大約是去到4-7 這樣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要去到健美的話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因為想突破 所以我們會拿到可能去到8-9都有機會的 而去到健康、健身的角度來講 我們會有很多更加多元化的動作 的運動去到選擇 例如我們可以做一些TRX 就是一些圓吊一條的帶下來 然後在上面做一些運動 這個可以鍛鍊到你的關節的穩定性 肌肉的穩定性 平衡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我們還可以做一些HIIT 而在健美上面 那是不是我們真的不需要去到鍛鍊深層肌肉 我們是不是不需要平衡力、穩定性 我們是不是不會玩TRX 其實不是 的確多一樣會玩 但是因為你每人每天都只有24小時 每人每個星期都只有7天 當你去到著重做多了你的肌肉 即是Body Build 我們肌肉的發展的運動 去到健身、去到舉鐵、舉重量的時候 你自然你做其他事情的時間都會少了 所以剛才我所講的一些TRX 在健美上面 我們其實都一樣可以做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你玩的時間 玩的次數一定會少了很多 因為你會是希望放更多的時間 去建立你的肌肉 接著就去到大洋運動 又或者心肺功能鍛鍊方面 如果你說以運動健康來說 一般的健身來說 當然是心肺功能又要練 我們小脂減肥又要做一下 這些事情是提升我們健康體質能 這些一定要做 而且每個星期會建議做3至5天 根據ACSM的話 而肌肉訓練是做2至3天 但是如果你在健美上面來說 如果大家身邊有些玩健美的朋友 或者你有時和一些師兄去到聊天 他真的有玩過健美的師兄 你會發現他不是很常做大洋運動 是非常之少的 一個星期可能他們都會做 但一個星期可能會做一次 去到跑步就算了 因為其實如果做得大洋運動 非常非常之多 一般人平時普通人都是 做得太多的話 其實肌肉是會消耗的 是會有流失的 所以為什麼就算我們對著一般人 我們都會建議他 你要做得大洋運動 還有你去得跑步、游泳、踩單車等之餘 你還要做肌肉訓練 因為在那邊 如果你真的做過運動 做得時間很長 肌肉有一定的消耗 因為他都會 如果做過運動太長的話 其實會是消耗我們的肌肉作為能量 在健美上面 其實是很貪心的 少少肌肉 都不想額外給運動而去消耗了 例如在健美上 其實心肺功能的鍛鍊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不是說我們練心肺功能和肌肉有什麼關係 其實是因為 當我們去到鍛鍊肌肉的時候 我們會是用力的時候 呼氣 還原動作一層時吸氣 如果你的心肺功能是比較好的話 你吸那一口氣 你可以大淡一點 你就不用在那一下動作裡面 可能又要吸幾次才夠氣 因為我心肺功能不夠好 吸一口氣不夠大淡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的訓練 所以都一定要放一些時間 去做心肺功能的訓練 如果你說節省時間 因為剛才有提過 當你做得健美運動的訓練 當你去到舉鐵 舉些重量 舉那麼多的話 你當然是少了時間做其他東西 所以最節省時間 其實就是做HIIT 我自己之前也有段影片 去介紹給大家看 怎樣去做HIIT 有興趣可以去看 我自己也會經常用這種方法 去鍛鍊我的心肺功能 因為實在 如果你說我真的要經常跑步 其實真的又怕肌肉會 因為跑步跑得太多而流失 亦都沒有那麼多時間 然後到飲食上面 一般的健身運動 其實我們照樣都是照日常正常的飲食 一日三餐 我們中間亦都可以加少少的小食 在運動前或者後 我們都會有蛋白質的吸收 都會吃多一點 其實都是多一點 即是不會真的吃多很多 最主要都是我幾餐正餐 要有足夠的肉類 要有碳水化合物 去到提供我們做運動的時候的能量 當然蔬菜也是 就是幫助排便 而當然有一個計算方法 但是我不在今天這段影片裡面說 因為實在非常之長 這個範疇是非常之大的 而去到健美的運動 去到玩健美的話 經常都會看到 可能有大隻佬 經常都會喝健身的奶粉之類的東西 那你說是不是不喝 是不是一定不行呢 其實不是的 你喝只不過是一個方便的途徑 去到給你吸收蛋白質而已 但是如果你日常生活裡面 你吃得足夠蛋白質的話 最常會是吃些什麼呢 如果在健美上面 那就是一些雞胸 一些雞蛋白 一些白灑的羞肉 你會看到是吃這些東西的 你的份量如果是足夠的話 其實就已經是足夠 你去到生長的肌肉 就不是說一定要喝奶粉才行 喝奶粉只不過是一個 方便吸收快捷的途徑而已 那當然啦 可能大家在家裡 都未必整天都會有 那麼容易找到 肉類這些東西去到吃 而在結尾上 因為我們一個星期 會抽更加多的時間 去到做運動 去到做訓練 一個星期有機會 五日、六日 甚至乎七日 都會做運動 都會有機會 所以 我們的炭水化物 吸收 都會有機會 比平日會多了 特別是在做運動之前 如果你說最大的分別 就是在脂肪攝取上的分別 一般健身運動 我們其實都是吃一些 普通眼睛不會見到的 即是看到一些肥膩的瘦肉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眼睛見不到肥膏就OK了 即不是說吃那些 排骨那些 排骨那些 你眼睛見到肥膏 基本上 日常生活健康的話 我們不敢吃 就已經OK了 好了 接著就去到一個 最大的分野 你健身的話 一般健康的運動 你不會有菜前準備 但是 你見尾你就會有菜前準備 菜前的準備 其實我們一般會做些什麼呢 我自己 每個星期都一定會 跟自己去量度身體的脂肪百分比 即是我們不僅是磅重的 磅重 其實重量當然都有意思 看到你體重上升了 那你有機會 是脂肪多了 也有機會 是水分多了 又有機會是大隻了 肌肉多了 那究竟我多了些什麼呢 我的體重上升了 所以 其實最重要 你都一定要有一個脂肪磅 那脂肪磅 那脂肪磅 測到你身體的脂肪百分比有多少 才知道你的運動 是不是真的有成效 其實你健身 你都會這樣去做 你都會測 然後我就會按照自己 當時身體脂肪百分比 去到計算一計算 究竟我需要多少時間 去到減我的脂肪 通常我都會減到大約 9% 10% 左右的脂肪百分比 去到比賽 最希望是這樣 不過有時候 未必一定可以 可能都是10% 都要去到比賽 那我自己 就會預算大約 兩個月的時間 去到收身 我們所說收身就是減肥 減的期間 所以大約運動 會是佔比例 做回多一點 肌肉訓練 都會是一樣 要照樣去做 因為剛才也說過 大約運動 如果做得太多 而肌肉訓練 又不足夠 你會變成 脂肪減了 但是肌肉也會減少 那我們去比賽 我們要減肥 我們絕對不可以 肌肉量減少了 跟著另一個 就是平時健身 又是不會做的事 就是練姿勢 就是我們練一些 做一些姿勢 一些動作 去到被我們上台的時候 去到減出來 你做什麼動作 可以掃到背 你做什麼動作 可以掃到老鼠仔 雖然每一個不同的組別 有不同的動作 一會兒我會說 但是你日常 你都要經常練習動作 你練習動作 你才會有個記憶 你才會容易 在台上立刻做出來 這些 日常去到健身的時候 你都不會突然擺姿勢 另外一樣 我們健康的運動 做健身的話 我們是更加不會做的事情 就是脫水 脫水 其實在健美比賽之前 我們會有兩至三日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 這幾天 大家都會完全不喝水 是非常非常少 少到是什麼程度呢 少到是 你如果真的覺得很口乾的話 很可能是平時透過吃些 少少的菜 但是多水的菜都不可以 多水的水果都不可以 是透過那一點 去到吸收 如果真的覺得太乾的話 拿一些濕了的紙巾 去到引人的口唇 讓自己去到沒有那麼乾 這件事更加不會做 因為對身體會有傷害 當大家聽完我以上講的幾項之後 而你對健美又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繼續聽下去 因為以下來說 就全部都是在健美上面 首先你要去到決定自己 究竟是參加哪一個組別 男子組其實有沙灘組 又或者有些會 會叫做sports model 還有健身先生組 還有古典健美 古典健美 即是我們很常見到 那些body building的組別 而女子組都有沙灘組 亦都有些會 會叫做sports model 還有女子健身 和傳統的健美組別 都一樣有 接著就是參加比賽和比賽流程 那些比賽其實都在不同的會 不同的機構的網站 那你可以看到 究竟是幾時會舉辦這些比賽 那你自己在截止日期前 網上報名 又或者郵寄報名 又或者郵寄報名 親身之類這些 但是呢 有一樣大家都一定要留意的 就是你比賽 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事來的 其實你是一定要找一位 即是名稱來的 找一位教練 去到跟你一起去到參加這個比賽 其實那位教練究竟的功能是甚麼呢 當然有些真是教練 教練 然後練了一位學員出來 請那位學員去到比賽 那位你填寫的 當然是填寫真是教練 但是有很多時候 根本上參加比賽 那個本身自己已經是教練 那他的教練 那他的教練 又何來再找多一個教練出來呢 其實填寫一位人士 是教練的話 其實是幫你當日去到 幫你去到 去到看管你的行李 去到幫你茶油 幫你去到做熱身運動 幫你在比賽之前 去到做一些膨膜 所以那位的人士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了 那他都要是熟悉一些健身 熟悉怎樣茶油 才好請他去到幫你 因為茶油呢 你自己填不到的 手啊這些 其實你都還可以自己填 但是你背部 那些位置 你自己怎樣填呢 你填得來的話 你還要填得均勻 有時候均勻 都要有人幫忙看一下 那接著就講一講 開始上台的時候 究竟要做些什麼了 那在上台前 其實會有工作人員 去到提理 告訴你 你接下來你要開始去到準備了 那他就會請你排在後台 那排在後台的時候呢 你就要去到做一些肌肉的練習了 那不是在那個時候 嘩現在才去到練肌肉 當然不是啦 你是要做一些基本的動作 可能是一些的 練肩膊頭的動作 側平舉 前平舉 這些動作呢 去到即時 幫你自己的肌肉去脹一點 如果你有運動 做健身的經驗的話 你都會知道的 一做緊運動的時候 你的肌肉是會脹一點 大塊一點的嘛 那就是立刻去到封脹 然後呢 等上台的時候 就再好看一點 那當上台之後呢 那你就會 逐個逐個的參加者 去到 擺你自己平時練得很辛苦的姿勢 那這時候呢 就是展示出來的機會了 那當全部都展示完了 所有的流程 做完了之後 還沒下台 你全部都會在 台的最後方 一排站在那裡 那跟著 他會有一個 call out的程序 那call out的程序是什麼呢 請回一些裁判 選出來 覺得他有些水準 想再看一看他們肌肉的對比 通常呢 call out出來 然後再可能是call out 可能都會是五位 六位左右 那如果call out的那些 也有機會 會是上到前六名 那這件美賽裡面 六名都會有獎 頭一二三名 就會有個獎杯 有個公仔 而六名 頭六名 都會有獎牌 所以 你見到 如果發覺自己上台 跟著call out出來 可能call out兩次 第三次call out 都有call out你 那就是 你很大機會 那些裁判 都會看得上眼 覺得你OK 完成整個call out的程序 就會回到後台 回到後台 都會慢慢休息 這個時候 初賽就會完成 初賽通常會是在 下午這些時間去做的 下午完了初賽 其實你是有機會 要等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的時間 然後才會到夜晚的決賽 初賽其實是一般人 是不可以進去觀賽的 夜晚那次的決賽 就可以請觀眾進去 而整個決賽的流程 其實是跟初賽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在初賽的時候 有了經驗 知道是這樣做 決賽的時候 其實都不用太擔心 其實都是這樣的流程 照樣做回你自己 平時的發揮 就已經可以了 但有一件事要注意 因為那幾個小時的時間 你都會是 又阻碰 又碰 有機會碰碰 那你就要去到 在比賽之前 去到補回少少少油才行 那還有呢 為什麼更加一定要補油呢 因為那幾個小時 其實你會冷的 你有機會穿上衣服 又有機會生氣 那一生氣 那一生氣的話 就又會碰碰一些油 那完成了決賽之後 其實就會馬上頒獎 那頒獎也是 頭六名會有牌的 頭三名就會有獎盃 那完整個比賽 就要馬上去做賽後的保養 那因為呢 比賽之前 鹽又要不吃 又要做脫水 脂肪百分比又要降到非常之低 那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馬上去補充水分 鹽分 還有 我們馬上去吃一些炭水化物 是因為需要供給我們身體的能量 好了 我知道這次的電影片是非常之長的 如果你是聽到現在這一刻的 我相信你對見尾的興趣應該都幾大一下 否則都不會聽到這麼長時間了 當然其實當中還有很多很多非常之多的細節 是不能夠在這裡一一說出來的 剛才所說的 都是我自己 在整個比賽的經驗 希望在這個時候 都可以和大家 分享一下 有個最基本最基本的認識 可以給大家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留言 就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我 分享我的影片 還有Like我的影片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見 拜拜